縱觀天下妙事 橫貫古今奇聞 歡迎來到古時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下方訂閱和小鈴鐺 創作不易 感謝大家的支持 看過三國的人 對中山晉王這個名字非常熟悉 沒錯 這個人就是劉備的祖先 西漢時期的著名人物劉盛 此人一生生下一百多個兒子 尤其在漢武帝頒布推恩令後 他明知多生兒子 會造成方帝瓦解的局面 他還是夜夜生歌 毫不停息 不過在如今看來 劉盛看似放縱的一生 其實蕴含著非常耐人尋味的處世哲理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尋一番 劉盛是漢景帝的第九子 雖然順序靠後 但皇帝非常喜歡他 不過原因不是因為劉盛聰慧 或者套人喜歡 而是因為劉盛的生母賈飛 《厚漢書》中記載 有一次漢景帝帶著賈飛 到郊外的行宮內遊玩 不過遊玩途中 賈飛內急就去廁所小姐 可賈飛剛進廁所 不知從哪裡冒出一隻強壯且兇猛的野豬 野豬看人多 就以頭扎進了廁所裡 漢景帝看似情景非常著急 於是從身邊侍卫的手中抽出武器 然後就準備往廁所裡衝 好在侍卫阻攔 並將野豬趕走 才化解了這場危機 但從這一點可看出 皇帝非常喜愛賈飛 甚至到了不顧性命的地步 也正因如此 當賈飛為皇帝生下了劉盛之後 皇帝愛屋及屋 恨是疼愛劉盛 到了劉盛十一歲的時候 皇帝就將其封為了中山晉王 公元前141年 漢景帝去世 劉徹登基為帝 在劉徹登基後不久 一些維護劉徹的大臣 擔心諸侯王會趁著劉徹出登地位 跟機慰穩之際發動兵變 於是開始對調各路諸侯王的次 時不時就商疏参奏 其實這不是憑空臆想 上任皇帝和景帝 剛剛登基的時候 就曾爆發過七國之亂 因此大臣們也深知 強大的諸侯勢力和皇權之間的矛盾 是無法調和的 只有將藩王問題徹底解決 大漢朝才能永久穩定 不過當時劉徹雖然已經登基 但實際的掌權人還是窦太后 正所謂手心手背都是肉 這些藩王都是他的子孫 他也就暗中將這些尚書 都壓在手裡不處理 即便是劉徹想要推行新政 也都被窦太后廢除 為此還不惜把丞相窦英 以及太后填粉等人免職 尽管窦太后一心想互助這些藩王 但此時的劉盛心里明白 劉徹是個頗有報復之人 等窦太后歸天之後 撤翻之事仍然會被重新提上日程 為此劉盛便開始了自己的表演 根據歷史的記載 劉盛是一個喜好酒色之人 若有人指責他不務正业 他則會為自己爭辯 厚漢書記載 劉盛的哥哥就說他爛泥扶不上牆 但劉盛卻說 威王應當日聽音樂 晚上歌舞美女 自話已出 當場就氣得哥哥劉彭祖直跺腳 其實劉盛很聪明 他知道劉徹是一位民主 既然如此 他又何必去費心費力 去處理那些戴光立志式的反心事 倒不如以嘴防修左拥右抱 享受人生才是真 果然 窦太后去世後不久 皇帝就采纳了大臣主婦衍的意見 頒布了推恩令 此令一出 所有非敌出的王子們 都是歡呼雀躍 為皇帝拍手叫好 但明白人都知道 這道詔書 意在從藩王的內部進行瓦解 撕碎藩王的封地 所以 不出百年 所有的諸侯王封地 都會被收回 就在其他藩王 腦破頭皮 想要破解這道詔令的時候 唯獨劉盛毫不在乎 他一切照舊 甚至比以往更加瀟灑 而劉盛的妾室們 也都很賣力 孩子是一個接一個的生 按照史說的記載 这位王爷 竟儿子就有一百二十多個 女兒更是數不清 劉盛的做法 不但讓其他的藩王非常纳闷 就連漢武帝 也一度怀疑推恩令 是不是有什么漏洞 为何劉盛明知封地 会被撕成粉末 还要如此疯狂的生育 面对大家的疑惑 劉盛还是那句话 为王就是为了 玩赏歌舞美女 其实说到底 劉盛这么做 就是在向汉武帝示弱 告诉汉武帝 他只想游戏人间 对权力没有兴趣 当劉彻了解了 劉盛的心思之后 他就对其放松了警惕 所以 劉盛是所有藩王中 少数能够尽享荣华 且善终的藩王 历史上 明哲保身的手段有很多 比如 汉初销和自污的保命手段 就很不错 但劉盛潇洒风流的保命手段 才叫高明 用他的话来说 王生来就是为了享受的 他不但说 还实实在在地去享受 其实生在帝王之家 却能平平安安 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 在封建时代 确实是为最高明的手段 而刘盛做到了 关于刘盛的评价 汉书有过相关记载 《盛为人乐酒号内》 望文生意就是说 刘盛喜欢喝酒玩乐好色 依据相关记载 刘盛终身共有120多位儿子 从中可以看出 刘盛喜欢美色的水平 除此之外 刘盛喜欢喝酒玩乐 家中供养了很多舞鸡 刘盛一边喝酒 一边欣赏舞女们跳舞 时常将正式 抛至无影无踪 刘盛的哥哥为刘鹏祖 为赵敬素王 两人经常以正式成绩 而相互责备 刘盛说 赵敬素王身为兄长 应该处置正式 本人身为弟弟 就应该以吃苦为主 赵敬素王责备刘盛的生活 太过奢靡于米烂 每日只晓得玩乐 基本不配做藩王 刘盛并没有 犹豫哥哥的责备 而感动半分生活作风习迹 仍然言听计从 每天过着极端朴素的生活 刘盛享年53岁 死后追风 示好为中山敬王 刘盛在世时 都将本人的墓地 建筑得无比华贵 事实后陪葬了很多瓷器和玉器 开决刘盛墓的任务人员 共开决了六千多件陪葬品 从少量的陪葬品中可以得知 中山敬王生活的奢靡与富足 现代时分 兄弟和诸侯之间的皇位之战 屡见不鲜 即便获取统治权之后 他的兄弟们一举一动 在统治者看来 都有风声鹤里之意 往往只懂得吃喝玩乐的贵族 最终会语誓成词 刘盛世时后 追风示好为中山敬王 事先敬有褒奖之意 为宽乐令中的意思 在刘盛众多儿子中 最受宠的儿子大约二十来位 刘盛世时后 这二十位最受宠的儿子 便别被汉武帝封为猎侯 但是在公元前112年 有人上报 在宗庙里给祖先的 敬奉的黄金中 呈现了差池 汉武帝经过调查后 发现是刘盛的儿子所为 这次贪污事件 牵连了很多位猎侯 刘盛十一位儿子 都被汉武帝削去了猎侯爵位 除此之外 成绩刘盛爵位的是儿子刘昌 但是刘昌仅成绩一年 中山王位就逝世了 并将中山王位 成为了第三代中山王 后来 中山王爵位 一共传递了六代 除了被刘盛喜欢的 二十位儿子以外 接他的儿子都没有相关记载 在三国演义中 刘盛逢人就会引荐说 在下刘盛 中山晋王刘盛之后 至于刘盛究竟是不是刘盛的先人 也无从考证 在下刘盛逢人就会引荐说